有法官在处理暴动案期间提到近期受到低端滋扰 司法机构说高度关注 律政司就强调政府绝不容忍滋扰法官的悲劣行径 区域法院法官曾广持在处理一宗暴动案的时候 在庭上主动提到近期他的官方电话 不断收到全真文件受到滋扰 应用行为低端强烈谴责 强调人在做天在看 会促令执法机构加紧跟进 将犯人承之于法 又呼吁法律界人士谴责不法行为 司法机构回复查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 提到任何试图向法官或司法机构职员 施加不当压力的行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又说如果对判决或判刑不满意 有上诉机制处理 律政司发声明表示 绝不容忍法官因履行司法职能而受到滋扰 说基本法列明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不受任何干涉 滋扰行为可能干犯妨碍司法公正 藐视法庭 任何人企图以卑劣手法影响法官审讯 律政司定必严肃跟进 将不法之徒承之于法 保障司法工作妥善执行 以及社会安宁 声明又提到对法官人身攻击 欲骂甚至威吓 严重损害法院权威 打击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企图干扰法庭程序行径令人不似 律师会也发声明谴责 说必须立即停止任何意图 在法官裁决过程中施加压力和影响的行为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